2019年12月5日 说日子,我每次都是打卡的 下午4点钟刚收市,逃避学人节目,Case三分钟 今天又有东西讲 第一件事,今天真的没有火阔,真是幸运 昨天纯粹如果是用恒生指数的承托线 应用来说,昨天当然已经穿了,因为gap down 但昨天节目都讲了一件事 昨天我录的时候,上午收市前录的 下午怎么走呢?下午收回在低位,26,100附近 26,100,始终我个标题都说 今天是很紧要,很取决今天26,100破不破 就是说,如果今天是不破,昨天的就是假突破 今天破,冲下去,昨天的信号就是confirm 就是说,穿一个阻力线成托线 如果我们在图表里,我们经常会应用到一件事 就是support line和resistant line 那这些线呢,有很多条的 你看我昨天在Facebook post出来,都有三条 我刚刚在节目,大概10分钟前,我有最新的一幅 你看到我的support line,如果用今年8月中的底位 就是25,000点做起步的话 其实是有三条线的,三条承托线 昨天那条是最后一条 所以说昨天一条破了下去,gap down 因为今天是礼拜四,礼拜三,礼拜二那天 是低开,曾经试穿了一袋 都是收回在托线上面 但是昨天就gap down 昨天gap down,因为这些低开 第一天,我经常说是走势陷阱 它破了一点,破完之后就不去 所以我昨天标题也说过 如果纯粹用昨天去看整件事,就破了 但是如果你说究竟这个signal是否确定呢 我就很强调看今天,今天很重要 今天的26,100是不可以破的 如果破下去收穿,在26,000以下出点阴烛 那这个signal就完全确定了 不然我昨天也说过 如果看好老虎也能隔一天 等到今天才是揭纵的日子 今天就高开了,现在收了钱了 26,217 也挺好啊,起码上去 起码不是隔着 就是说昨天的信号 是不是一个真突破呢 起码还是一个 我还用一个形容就是还未穿的 就是说这个down trend 还未成功的 成功的话一定要阴烛收穿26,000 以下才叫做confirm 就是说这条承托线才真真正正收穿了 因为你看回先前那两条线 就是你上Facebook看 Facebook你看到 现在最低那条 上那两条线都是曾经跌破过的 跌破之后都是没有火老虎 而咬回上去 所以呢 就是 为什么要留一手呢 就是这样 好了 今天就收在这些位置 但是今天比昨天高开 当然昨晚美股上升 当然是一个理由 美股留意一下一样东西 就是 美股由高位28,000 刹下来 这个 现在27,000多这个位 如果美股最低最低最低 我觉得去到26,800 就应该是很低的了 就是你够胆买过 突然转 就是再赚钱 再入市再买过 都很不怕的 26,700至26,800 这个位 基本上如果用回归线的方法 这个位置就很划算 当然 是不是一定刹到那麽低 那就是God knows 如果看到那些位置 就不妨 我觉得可以放胆去买 第二个 比较好 对恒指正面少少的 就是当然上证 上证呢 上个星期说过298点 是一个通道的向下突破 通道向下突破 我应该也是我经常说一句 一定要有follow through 但是你要看上证指数图 又不去了 又咬上来 上证呢 看来今天出些阳烛 而配合到大的成交量 连续出了三支阳烛 我觉得上证很大机会 会上回2950 就是说下跌的通道 不要再相信它了 我不会觉得上证经过通道 要再创低一点到2800 下面 我觉得这个机会 就相对小很多了 似乎正面一点的 信号出来 就多一些 所以恒指希望明天可以上回 26400楼上 如果站在26400楼上 那这个下跌 有机会完结 就会上去27000 或者27200 挑战上次高位的机会了 那还是一个区域 一个区域里面上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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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我们这个节目在10月初开始做的时候 第一只介绍过95元一买完之后没得赚 接着就要Bot了去 能夹到指示盘 中间我印象中介绍过这么多股票 都有大概三只是这样的情况 昨天出第四只 就是39900波士登 有点令我失望这只一路买上来买了很久 买过很多次的东西 你有看图表学人节目的 你都知道我选过这只东西对上一两年 我选过很多次 也是单边升了很多次 也是赚过钱的股票 有点失望了 有点失望 虽然未能输到指示位3.5元 DL3.48今天是闪一闪的 现在收回3.65元都不帅哥 入市就立刻不见几个percent 有点失望 但记住严守指示 始终因为这些都不是巨型股票 它突然间跌几个percent 跌十个percent以外 就立刻要撇的了 不要搜啊 因为不知道什么事 可能突然间跌四成五成 甚至没有很多 被人洗倉的跌八成 那怎么办呢 一副都是 所以记住要严守指示 虽然未中 但是不帅哥不舒服 但是有几个帅哥不得不提 就是3836 还有6189 即是华鞋汽车3136 今天又创新高 3.4升了3个percent 如果你买了放指示 放得只要的话 这只要再继续放 又是那句 你饱的你就走啦 但看来的迹象就没有一个急跌的迹象 没有形态在顶上 除非急升 如果6189和3836 你买了明天或后天出现一支长阳中急升 那你就要走了 OK 临收指示 记住要撇 这是一个讯号 虽然大阳中是升的 但那是一个有机会蚊插数的讯号 6189 我整人不记得这个名字 爱德威建设集团 今天26.7收day high 由我们介绍至现在都不错 我们介绍的时候应该是22-23元左右 一直升到现在 也都卸不到指示 这两个是英俊的 另一种我觉得也做得很好的 就是2018 2018我上个星期 都叫过大家这东西可以翻敲 53元做指示 应该能敲到 今天这东西升了6% 上到56元 2018这个瑞星 都是我喜欢的黑马股 其实今天整个系列 整个行业 瑞星 这个优太科技1478 还有这个瑞星 和信与光学 全部手机类股票都升得很好 我相信明天或未来的 2018的图 一爆上去又会走一阵 所以大家要捕捉住这一只 今天的行程就大致上差不多了 恒指记住下面的位置26,100 如果不是的话就要挑战上次的27,200 那个位置 但是看来过股就好玩一点了 OK好 记住39.8 炎手指说 其他那些东西 继续和我们的方向突变 OK 今天就这么多